一个是阿里巴巴的集团主席,那另一个呢是影谈翘楚,马云和周星驰啊,这看似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呢,竟然是对上话了,而且呢还挺有火花,那这两个人在一起会说点什么呢?一起来关注一下。 久违的星爷头戴休闲帽,一身帅气装扮,和马云一经亮相就引来了阵阵风呼,而配合着气势狂波的背景音乐,让人好似穿越到了星爷经典的西游时代。 说到西游,其实马云和周星驰此番携手亮相,主要也是为了周星驰即将于二月上映的电影《西游强谋片》宣传方式。 因此对于此次和马云的强强对话,挖着著名导演头衔的周星驰,当天也是立马放下深蹲变身小粉丝,直言自己期盼已久。 我真的没想到今天为马准会出现,所以开玩笑跟这个国内的电影呢,有这个双重的国内, 所以我开玩笑跟他们说,要不然就请我的偶像马总出来问我对对话,那你行吗? 然后他们有一天来电话,他说真行啊,马总答应了,这个我还不相信。 今天难道有一种见偶像的感觉吗? 当然了,其实我是有两个原因,第一就是见偶像,第二就是我想找马总拍电影已经很久了。 他喜欢演什么都没问题了,还有就是马总喜欢跟哪一个女演员配我演,尽量想办法。 这般调侃的对话,怎么也让人感觉不到,这是周星驰和马云的初次交换法。 而眼看周星驰占据了一顶上风,马云决定以星跌的长相反应颜色,顿时抱怨了不少观众。 你自己都会有点长相反应的,我没说过很多遍啊,什么事不算帅哥。 你觉得我长得怎么样吗? 你是大处理哥。 有意思的是,当天也恰逢2013年1月4号,寓意一生一世的日子。 眼看周星驰和马云的首次交锋,定格在如此特别的日子里。 马云也是一盏幽默,校园没法和老婆交代。 你今天的日子跑出去干什么?跟谁去一生一世的话,真没法说清楚。 不过当天,在这场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强强对话中,最厉害的角色还远不是台上的两位。 因为主观方特别向台下的学生设立了提问环节。 因此深深学子,极力把握出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 问题怎么刁针怎么来,将平日里观众的疑问统统看了究竟。 就连星爷的情感归属也难逃疑问。 什么时候结婚是吗? 我还没结婚呢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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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人也不知道你是抢手的呀? 星爷却很谦虚。 说我可能没结婚了。 你还没结婚呢? 没结婚呢?